深花将刮起青春风暴记者陈伟海口报道 在收购根堡基地的9900年零段梯队 深花的后备力量构成更为完善 深花俱乐部董事长吴小辉当时表示 在二次转会期间的新注册期内 肯定会有这个年龄段的球员进入一线队 6月7日经过两周修整 深花队在康桥基地重新集结 本次训练中有6名U19小将周俊臣 朱晨杰、徐浩阳、蒋胜龙、徐磊、孙信涵 被抽调至一线队参与训练 教练组对他们进行了重点考察 买精彩有盈利神器相助 赢前、精选专家观点足彩 宛壮壮 在剑歇期 深花安排了多场热身赛 首场热身赛对阵身心 除了朱晨杰上调中国U21选拔队 其余5位U19球员悉数登场 下半场比赛 除了周俊臣 其余的U19球员均被换下 这场比赛 徐浩阳打尽一球 周俊臣上演助攻 深花本场比赛所有的进球 都有年轻球员的参与 对于他们的表现 吴金贵说 这段时间年轻球员都很投入 他们适应很快 我一定会在剑歇期后的中超比赛 派上一到两名年轻球员 相信他们也会以登巴巴为榜样 努力训练 好好比赛 第二场和身心的比赛 吴金贵使用的首发阵容 和第一场比赛相比 发生了很大变化 U19球员只有蒋胜龙和周俊臣首发 蒋胜龙和爱迪搭档中后卫 值得一提的是 曹云定在这场比赛首发 这是他自压惯瘦 伤后首次上场比赛 这场比赛结束后 除了周俊臣 其余的U19球员 均前往U19国清队报道 第三场和梅州客家的热身赛 因为在国清训练 年轻队员比赛前一天晚上 才抵达基地 因此他们没有人出现在首发阵容中 不过 徐浩阳 孙庆涵 还是获得了替步上场的机会 徐浩阳还在比赛中进了球 随后 申花还与冀州联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 徐浩阳 徐磊 孙庆涵 都获得了出场机会 之后 周俊臣 蒋胜龙 徐磊 徐浩阳和孙庆涵 前往国清报道 他们随国清队前往欧洲进行拉链 据悉 国清此次的拉链会持续至7月20日 期间或许会有部分申花U19球员 在中途从欧洲返回上海 而这几位球员很有可能会在下半赛季报名注册 参加中超比赛 因为被上调至U21选拔队 朱晨杰和申花一线队的磨合比较少 在代表选拔队打完我要上奥运的比赛之后 朱晨杰当晚就从镇江返回上海 并在第二天参加了球队和季州联的第二场热身赛 下半场比赛 朱晨杰获得了登场机会 他和爱迪搭档中后卫 40分钟的表现时间 朱晨杰表现中规中矩 得到了球队老大哥的认可 在U21奥运选拔队 对阵人和青年队的比赛中 朱晨杰首发打了上半场45分钟的比赛 表现异常出色 作为U19国卿的队长 朱晨杰并没有随国卿队前往欧洲拉练 他一直在生花训练 备战下半阶段的比赛 朱晨杰也随队来到了海口 参加了自贸杯 首场比赛对阵牛卡斯尔喷气机 朱晨杰首发登场打满了90分钟比赛 这场比赛 生花的中后卫搭档是朱晨杰和李孝明 都是U23球员 对于朱晨杰的表现 吴金贵说 中后卫的位置上 朱晨杰的表现比较抢眼 他的上抢让人眼前一亮 几个年轻队员给球队带来了新的东西 这是蛮重要的 U23球员前段训练中表现非常好 给教练组印象不错 有几个队员下半赛季 马上可以上场踢比赛 这是我们减协期的收获 第二阶段的联赛 注册时间剩余已经不多 到底有几位U19球员 可以进入一线队 吴金贵表示 9900将会有4到5名球员 进入一线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朱晨杰和周俊晨 有很大可能进入一线队 徐浩阳在之前的热身赛表现优异 进入一线队的可能性也很大 无论如何 深花俱乐部这次青春风暴的目标很明确 尽管仍然有争取下赛季亚冠资格的目标 但是新人的培养 也是俱乐部目前的工作重点之一 对于新人 俱乐部的态度很明确 这次我们会上调部分 9900梯队的球员进入一线队 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但是我们也和这些小球员说了 其实你们也不年轻 姆巴佩现在都是世界杯法国队的主力 你们不要老是想着自己年轻 给自己犯错 误的空间 无论是在训练场还是比赛场 你们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这样你们才能成长得更快 更多赛事资讯 请浏览足球大赢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